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最新报177.34点 创56周新低,本周跌0.77%,上周跌1.12%,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,CCLMAS,报179.11点 创58周新低,本周跌0.87%,上周跌0.89%,CCL,中小型单位,报177.13点 创58周新低,本周跌0.89%,上周跌0.92%,CCL,大型单位,报178.46点 创49周,即2021年4月后,新低,本周跌0.15%,上周跌2.16%,四大整体指数齐跌两周,CCL,类跌1.89%,CCLMAS跌1.75%,CCL,中小型单位,跌1.8%,CCL,大型单位,跌2.31%.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王梁星指出,CCL四大整体指数本周跌幅收窄,受惠于放宽案保及疫情缓和,二手成交量明显回升,预料楼价跌幅将逐步收窄,楼价快将见底,CCL目标下是176点低位, 四区楼价两升两跌,走势各自反复下调,新界西CCLMAS报165.75点 创56周新低,按周跌1.47%,连跌两周共3.67%,近两周新界西楼价跌势明显,主导大市向下,九龙CCLMAS报172.5点 创58周新低,按周跌2.09%,港岛CCLMAS报180.111点,按周升0.23%,上周创107周新低后微升,新界东CCLMAS报194.84点,按周升0.75%,以正式买卖合约日期计, 2022年首季CCL跌3.9%,CCLMAS跌3.84%,CCL中小型单位跌3.83%,CCL大型单位跌4.27%,港岛跌4.54%,九龙跌3.59%, 新界东跌3.5%,新界西跌3.67%, 新界内見て,新界东西楼价并三无力拥点 من头与所有日本亲戚电影音 Base8SCLMAS报194. 感谢观看